前不久,家住浙江一屋的刘先生接到朋友的电话,说他的妻子呢,本来下午约好和朋友们一起去喝咖啡聊聊天,但是大家不但一下午都没有见到人,而且几番电话联系,发现他的手机都是关着机的。 说好的约会没有参加,那刘先生失联的妻子究竟去了哪呢? 妻子和朋友的约会,刘先生事先清楚,开始他还以为妻子是有别的事情耽误了聚会,但是直到他多次打电话给妻子,发现手机都是关机之后,刘先生才觉得事情有些不同寻常,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妻子是个手机控,平时都是24小时开机,像这样长时间手机关机的情况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。 我说他不可能是手机没电呢,因为车上有车充的,没电的话他肯定车充在那里的嘛,像我们两个手机从来都是24小时开机的,从来是不会关机关掉的,也不会说没电他关机关掉,要么就除非说到上上没有信号的地方啊,那电话才打我进去。 二十几年的夫妻,刘先生清楚妻子的每一个生活习惯,在联系不上妻子之后,他开始给妻子的朋友一一打电话,但是得到的消息都是一样,在事发当天的下午,没人见过他的妻子。 突如其来的失联,让刘先生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。 因为他每天六点钟到八点钟是在女家馆练瑜伽的,我也没多想为他去练瑜伽,后来我也问问他一起练瑜伽的一个,他说没去,没去,那我去找车了嘛。 我说不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,电话也关机。 找不到妻子的行踪,刘先生首先想到的就是以车找人。 当他匆匆忙忙来到停车场之后,却发现,妻子的车一直都停在车位上,丝毫没有被开动过的痕迹。 刘先生心里纳闷,难道妻子当天下午根本就没有外出? 车门找到了,在自己那小区那个停车场那里啊,在那车门,我随时这么一碰那个车门,车门打开。 然后我说的话,我肯定是出事情了,真的那种感觉,就马上一下就跳出来,我说了,我肯定是出事情了。 车门没锁,这让刘先生心里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,因为他知道,妻子一向行事谨慎,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。 在将情况向警方反映之后,警方认为,如果不是刘先生的妻子一时疏忽忘记了锁车,那么发生意外的情况将大大提升。 我们从生活的轨迹来看,跟她丈夫反映的情况来看,第一,她丈夫反映,她的单事人的汽车,还是原先停放在那个位置。 第二,丈夫去找她的老婆的时候,发现车门关在那里,但是用手拉车门的时候,可以打开这个汽车。 所以说,这个男士人,她的生活的轨迹,被人为的截止。 一连串的蹊跷事件,让刘先生非常担心,妻子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? 车门没锁,手机为何还突然关机? 为了寻找更多的线索,刘先生在警方的帮助下,调取了唯一一个可以拍摄到停车场位置的视频监控。 确实也看到我老婆从那边走过来,因为那个监控比较远的,很模糊的,只看到一个很模糊的人影走过来。 我那个车位置,在边上有辆白的车,那车也不知道是什么车,只看到是白的车。 那车上下来两个人,在那里绕了好几圈,绕了好几圈,可能隔个两三分钟,那个车就百块开走了。 那不我们就是说确定说,我老婆可能是被人带上车去了。 由于监控距离太远,视频中的影像并不是十分清楚,甚至不能够清楚地分辨出,画面中的人就是刘先生的妻子。 但是,在看完视频监控之后,刘先生却十分肯定地跟民警说,他的妻子肯定出事了。 你说二十几年的夫妻了啊,你说天天在一起,她什么动作,什么习惯都知道了呀。 那么,他边上有很多他自己的朋友好的朋友,全部都港管,都看他讲过,都说,哦,这个是你老婆,是你老婆,都这么说了。 情况特殊,因为警方一方面不能清楚地确认,画面中的人就是刘先生的妻子。 其次,刘先生妻子失联,也才只有几个小时,是否遭人挟持也并不清楚。 如何判定刘先生的说法,成了给案件定性的主要问题。 关键时刻,警方决定,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。 我们平时一直本着,出有事之心,出无事,出大事之心,出小事。 因为我觉得宁信其有,不信其无。 把问题考虑得复杂一点,把困难考虑多一点。 所以说,第一时间,我是跟分管行政的局长,然后包括给我打电话的大队长。 我说,你穷尽一切手段,先把对象明确的。 案件的调查迅速展开,在警方的帮助下,刘先生一一回忆了关于妻子近一段时间的种种细节。 但是,一圈调查下来,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可疑之处。 因为我这两天,轻轻松松的,又付钱给人的钱。 别人又没欠我的钱,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那些东西的。 我是说,没想过说,是我自己,好像是我自己这方面的有什么问题。 我想不可能,我想说可能是,应该是说看到这个车比较好嘛。 我说,是不是这个原因。 刘先生的分析不无道理。 警方注意到,刘先生的妻子平时开的是一辆保时捷轿车, 市场价值七八十万元。 即便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, 这辆车也足以引起平常人的注意。 为了尽快查找出刘先生妻子的下落, 警方不但对案发现场的群众进行了走访, 同时还调取了周边的每一个视频监控。 很快,一辆可疑的面包车被警方锁定。 看到这个情况以后,我们就通知了这个视频侦查的专业中队, 那么针对这辆车子的相关情况, 开展了一个外围的调查。 那么通过发现周边的一些自然监控探头, 以及这个社会的资源的这个卡口, 我们最终把这个车子的车牌号码基本上确定下来。 视频调查取得进展, 现场走访也有了新的收获。 一名家住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年轻人, 向警方讲述了案发当天他的所见所闻。 你一开始发现这个事情是先什么呢? 听到声音还是怎么样呢? 听到声音,然后我往下看。 听到什么声音呢? 就是救命救命。 女的喊? 对,女的。 女的喊救命救命。 对,救命。 然后你声音是从哪边过来的? 我看得到的呀, 因为我听到声音我就往下看了嘛, 我看了半天然后就看到那个车带咬了嘛。 那么你当时第一次看过去是大概看到什么东西了? 就是第一次看到就是那个人, 好像把那个一个东西放到车上一样的。 然后他就一个人把东西放到车上一样的, 之后呢? 之后然后他就到车摇了几下, 车摇了几下。 然后他就马上跑到那个副驾驶站, 然后开车往那边走了。 正驾驶还是副驾驶? 副驾驶, 显然刘先生的妻子确实遭遇了不测。 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嫌疑车辆的车牌号码, 现在他们要顺腾摸瓜, 希望能够由此揭开犯罪嫌疑人的面纱。 以车查人, 这是获取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最直接的手段。 结合沿路天网系统拍摄到的画面, 警方很快确定了嫌疑车辆内两名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。 车牌出来以后呢, 我们就通过车牌的车主信息, 包括这个他的关系人, 然后结合这个视频监控, 看到的是两个人, 那么我们初步分析就是说, 两个嫌疑人应该是何某跟项某。 警方发现, 犯罪嫌疑人何某和项某全都为四川人, 之前并没有和刘先生夫妻有过任何的生活交集。 两人的突然出现究竟是替人寻仇还是绑架勒索, 在没有充足的证据之前, 一切都言之上早。 但是这两名男子要将刘先生的妻子带到哪里, 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? 警方最关心的还是受害人的人身安全。 在对嫌疑车辆行驶的轨迹进行分析之后, 警方惊讶地发现, 这辆可疑的面包车正在快速地逃离义屋。 那么发现这个车子从案发地, 把这个女的强行带上车以后, 就一直沿着我们的省道, 跑到了我们义屋上溪的高速路口, 那么并且从上溪上了高速, 往这个渠车方向走。 那么我们就立即安排了一组人马, 跑到这个上崎收费站, 对这个车子的发卡情况, 跟下高速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核查。 那么最终确定了这个车子, 于当天晚上的时候, 就是在渠州下了高速。 情报信息的不断汇总, 让警方分析出, 嫌疑车辆已经逃离了义屋, 并且一直在快速移动。 这引起了警方的高度紧张。 刘先生的妻子失联已经七八个小时,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虽然已经清楚, 但是目的并不明确。 如果是被绑架, 家属却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所要赎金的任何消息? 警方在布置抓捕的同时, 也在等待有关犯罪嫌疑人的一切消息。 通过我们的侦查发现, 这个嫌疑人也是刚来义屋, 又是四川人, 往四川方向走。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通知四川警方, 我们到前面去等他, 另外一方面后面追他。 因为那是前有等的, 站完以待, 后面是追的, 围追堵截。 但是这个围追堵截的过程中, 其实最担心的就是, 认识的安全。 所以电话没通, 是心一直选择。 由于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, 警方得到的情报信息并不连贯。 但通过大数据研判出来的线索, 让警方可以得出一条肯定的结论。 那就是, 犯罪嫌疑人在将女侍主控制之后, 一直都在逃跑的路上, 丝毫没有落脚的迹象。 到了第二天上午, 我这个担心, 我那里觉得心里有把握写, 觉得白海人还没有生命危险。 为什么呢? 因为他还在开车当中, 他还说明, 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, 没有到达目的地, 他不会采取一些措施来警害这个白海人。 犯罪嫌疑人没有落脚, 或许就不会对受害人实施进一步的人身侵害。 但是, 这也为警方提出了一个解救受害人的最晚时间表, 一定要在嫌疑人落脚之前, 将刘先生的妻子解救出来。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, 谁也不清楚, 犯罪嫌疑人会何时落脚。 警方唯一能够做的, 就是赶快找到那辆充满嫌疑的面包车。 一直追到第二天早上四点多, 我们追到了江西雾园。 到达雾园以后, 后来我们通过家里的网间部门的一些数据分析, 发现嫌疑人有可能已经到了江西九江。 后来上高速以后, 我们一直就追到九江。 到九江以后, 发现这个车子又消失掉了, 又没有新的轨迹出来了。 追踪的线索时段时序, 刘先生的妻子依旧是音讯全无。 最新的情报信息显示, 嫌疑车辆已经离开江西, 出现在了湖北境内。 而此时, 距离嫌疑车辆最近的抓捕组, 也有近300公里的路程。 义务警方立刻通过浙江省公安厅联系湖北警方, 一张跨省抓捕的大网正在新城。 我们把这个整个案件的基本情况, 犯罪嫌疑的基本情况, 通过我们的医务的指揮中心, 通报给我们浙江省公安厅的指揮中心, 由浙江省公安厅指揮中心, 把这个警情通报给湖北公安厅的指揮中心, 通报给四川公安厅的指揮中心, 要求协助对他们设卡拦截。 接到警情通报, 湖北警方迅速采取行动, 很快现一车辆被警方发现。 双手包头, 双手包头, 真的, 现在还有几个人, 几个人, 检查一下, 来, 叫他下来, 在被挟持了近24个小时, 跨省逃跑1000多公里之后, 刘先生的妻子被警方成功解救。 更幸运的是, 在整个过程中, 他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。 他们口罩闻着我的眼睛了呀, 在那个, 我就听见这个门拉门的声音, 他下去了吗? 我就以为那个人下服务区去买东西, 还是怎么回事哦? 结果每隔一两分钟前面就听到爆头蹲下, 那我就把口罩拉了跳下来的, 我就知道得救了一声。 他电话打回来, 我听到一听到他的声音, 那我这个心也才算真正的放下来。 那时眼泪, 虽然说男人眼泪不清流, 那时眼泪才下来。 由于在抓捕的过程中, 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在发现警方设卡查车之后, 竟悄悄地下车逃进了高速公路旁的神龙架原始森林。 警方在受害人情绪平静之后, 向他了解了案发的情绪。 走到停车场嘛, 停车以后绕过车尾巴, 走到驾驶门去开嘛, 门没打开, 就那个旁边的那个面包车就刷了一下, 那个门就拉开跳下, 人跳下来, 就把我往车上拖了嘛, 把我往车上拖了, 我都赶紧喊救命救命, 挣扎他们就插着我的脖子, 用刀捅着我, 所以再喊救同女人这样子。 突如其来的绑架让刘先生的妻子受了不小的惊吓, 但是究竟为什么会被绑架,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原因, 就连在和犯罪嫌疑人相处的二十多个小时的时间里, 犯罪嫌疑人也始终没有说出明确的目的。 据刘先生的妻子介绍, 他和两名犯罪嫌疑人并不认识, 在被携食进车内之后, 两人不但用口罩蒙住了他的眼睛, 还对他的双手进行了捆绑。 我开始我说你们为什么绑我, 我说是不是绑错了, 我说我平常做了优好的, 我说我又没有得罪什么人, 他们一直说, 他们说是拿了人钱财, 来替人消灾, 他们说是上面有人, 叫他们两个人来帮我的, 我说那你们犯了我吧, 我说我从小没有妈妈的, 很可怜的, 我说我如果我女儿也没有妈妈的话, 太可怜了。 显然, 刘先生的妻子并没有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情, 在将第一名犯罪嫌疑人压卸会一屋之后, 警方又对第二名犯罪嫌疑人的行踪进行了侦查, 情报显示, 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在逃跑之后, 已经悄悄前回四川老家, 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行踪之后, 乙武警方联合四川警方一起对其进行了抓捕, 按键顺利告破, 两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, 从街道受害人家属报警, 到研判警情, 再到最后将受害人解救, 警方仅仅用了15个小时, 在将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压卸回义屋的时候, 凯旋而归的刑警们, 受到了闻讯而来的受害人家属最真诚的迎接, 有句俗话说到好吗, 天下国王是一家, 那么现在我们处理一些重特大警情, 都是有这种机制的联动机制, 从一个全省乃至全国来说, 都是互相协助的非常好, 那也正是这种协助, 让人感受到天网恢恢, 树为不漏。 是的, 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没有想到, 他们还没来得及发出勒索, 信息就被警方控制住了,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。